印度的种姓制度有多恐怖 一群犯人即将刑满释放 而监狱长守在门口 先排问每个人的种姓 高种姓顺利释放 敌种姓建民则留下 交给其他分局当替罪羊 可这次被释放的敌种姓 只有十几个 根本就不够分的 警察们争强起来 最后还得监狱长出面 谁说一个人只能顶一个案子 警察们火轮大悟 给了监狱长钱 把人分了带走了 他们的亲人也只能无力地看着 当地旅士钱德鲁 得知此事后展开的调查 得知两桌前 局长曾公开宣称 只提拔检案率高的警察 结果短短的十天内 就七千名无辜者 被匆忙的起诉并逮捕 有的甚至一只脚 刚迈出监狱 就又被警方逮捕 钱德鲁甚至从逮捕记录中查到 有的囚犯下午四点被释放 下午两点就已经被逮捕了 就这样 七千名囚犯全被保释 要重新审理 短短的几分钟 钱德鲁就打赢了官司 但是还有更多的地层建民 在挣扎的活着 他们没有户口 更别提土地和房产 只能靠着给地主治理属换 才能获得点野生的扣粮 但是拉贾和妻子 仍能苦中作乐 为了获得更多财富换专访 拉贾还有一项独门绝技 捕蛇 这天镇长的夫人正穿金带银 一不小心 把耳环掉到了地上 她伸手去捡 突然窜出了一条蛇 吓得她瘫坐在地上 镇长立刻吩咐人 去找拉贾 拉贾一听 扔下手里的锅 去屋里拿了一片 祖传的抗蛇毒药 然后上了下人的摩托车 一路赶到镇长家 拉贾吃的药 在珠宝柜附近摸索了一圈 蛇没找到 只发现了镇长夫人 掉落到耳钉 而耳钉跪关夫人后 拉贾又来到骨仓 在角落里 她抓到了蛇 夫人给拉贾拿了点吃的 就将她打发了 然后跟镇长上了车 准备去城里 但司机此时 却怎么也打不着火 镇长联盟招呼拉贾 在后面推车 车推着了 镇长掏出一张票子 赏给他 拉贾却笑着拒绝 逼着他和夫人 都是一个村的 一听这话 夫人训着他 别套近乎 拉贾没把这件事 放在心上 他又更努力的赚钱了 只因妻子怀孕了 为了给家人 建一个遮风避雨的专房 拉贾去了远方的烧锻厂打工 隔天 镇长和夫人回来后 镇长家里的珠宝失窃了 警方在案发现场 发现凶手留下的烟头和指纹 镇长老黑学问阵长 家里最近有没有来过陌生人 夫人抢先说道 来过一个捕蛇的 叫拉贾 老黑一听 便认定了是拉贾干的 然后带人 就闯到了他的家中 妻子和孩子被惊醒 警方找不到拉贾 便一个大耳光 强行带走了怀孕的妻子 还有拉贾的表哥 和几个无辜的村民 他们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被毒打了一顿 哪怕是怀孕的女人 老黑也毫不手软 打了一顿之后 询问珠宝在哪 可他们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 老黑又吩咐手下 把拉贾的妹妹抓了 几个警员 对着拉贾的妹妹大打出手 表弟见证 冲过来护住妹妹 结果一起被警方带走 回到局里 又有一顿毒打 辞着远在烧轮厂的拉贾 由于四年七次 他便辞了工作 回家探望 此刻警方 也刚追到拉贾工作的地方 却得知 他已经辞职的消息后 更加确信 拉贾就是盗窃犯 而拉贾刚回到村口 便直接被镇长的人按住 老黑赶到 揉着一顿毒打 拽了他的头发 拉回了警局 然后把他的妻子 和无辜的村民放了 只留下拉贾 表弟表哥和妹妹 由于拉贾 不愿意承认 莫须有的罪名 疲漏之苦 是在所难免 警察将青辣椒碾碎 涂抹在犯人的伤口上 可即使如此 拉贾也不承认 他偷了镇长家的珠宝 表弟表哥 也被当了同伙 一顿胖躁 唯一的妹妹 也被他们激进侮辱 第二任妻子 来送饭时 看到自己的丈夫 被打得皮开肉沾 哭得撕心裂肺 表弟表哥 也被打得不成人样 表哥说 要不认得算了 他实在是受不了了 表弟也哭得点头 拉贾摇摇头说 伤口 今天就会愈合 但盗窃的罪名 一旦背上 就会背负一辈子 吃完饭 老黑又把拉贾 拖了进去 妻子挺着肚子 找到镇长 苦苦哀求镇长 放过他的家人吧 可妻子却像狗一样 被撵了出来 然而妻子刚回到家 警察就找上了门 说拉贾三人 越狱了 如果看到他们 一定要向警方通报 妻子不信 请了大肚子 来到警局 果然看到监狱里的人没了 他该在四处打听 丈夫的踪迹 把能想到的地方 都走了个遍 却依然没有丈夫的消息 妻子此时 已经走投无路 她的心里 也产生了一个 可怕的想法 丈夫他们 真的逃出去了吗 就在纠结和猜疑中 警方拿出了 被盗珠宝 卖掉了证据 和三位目击者的证词 他们都亲眼目睹 拉贾三人跑了 可妻子根本不信 三人被打得遍体鳞伤 根本觉得寸步难行 怎么可能跑得 无影无踪 于是村里的女老师 带着妻子 四处找律师 可面对警方 情有力的目击证人 没有一个律师 愿意接手 最后在村里的老人口中 得知了一个叫 钱德鲁的人权律师 他向着黑暗社会中的 一道光 为压迫者而战 假如涉及人权问题的官司 他一分钱也不收 钱德鲁在了解了 拉贾事情的经过后 大为触动 决定主持正义 妻子把警方的调查报告交给他 从报告里 钱德鲁得知 妻子探监当晚 拉贾三人便逃了出来 让被目击者看到 拉贾三人去了一家诊所 治疗伤势 要去药房买了药 甚至还路过了路边滩 最后金店老板 也提供了拉贾 卖过珠宝的证据 警方售回珠宝 经过阵长的辨认 这救了他家的 拉贾被定罪为 盗窃犯的事实 已经无法反驳 钱德鲁为此 只能翻译资料苦想 但他总感觉 这其中有猫腻 于是钱德鲁 让拉贾的妻子 提供一份人身保护令 讲述拉贾 被拘禁暴走后 失踪的事件 钱德鲁才可以 作为代理律师 正式受理 然而为低重性发声 本不是异事 钱德鲁此刻 已经站在了 司法系统的对立面 正义的力量 是否能打倒强权 仍是一个未知数 果然如钱德鲁所料 一旦提交请员书 便会遭到控防的 强烈反击 他们以拉贾妻子 是第一种性为由 直接拒绝他登上法庭 可这法官 却在妻子声泪俱下的申诉后 终于同意受理 开庭当天 钱德鲁一个一个 提审证人 从药店老板开着问话 钱德鲁查到 药店老板的意识证 是假的 辩方律师立刻反驳 这与本案无关 重要的是 他见到了拉贾三人逃跑 接着第二个证人 第三个 第四个 都把当着见到 拉贾三人逃跑的经过 描绘了一枪二出 就在老黑 他们高兴地以为 此案经由驳回时 钱德鲁却在其中 找出了漏洞 他要求提审那个 提交调查报告的 逐笔警察 钱德鲁先来询问他 要点在警局的哪个方向 又问诊所 在警局的哪个方向 警察一问三不知 因此钱德鲁端定 这份调查报告 根本不是他写的 他实地考察过 药房和诊所的位置 一个在西 一个在东 而警局在中间 只要是个正常人 就不会大油大摆的 在警局门前来回跑 所有钱德鲁 也根据证人的证词 诸葛气魄 他们也纷纷承认了 是迫于警察的压力 制造了伪证 根据法律做伪证 盼了他们六个月的监禁 但拉贾他们 仍下落不明 于是法官提出 若此案有新的证据 可再次提审 老黑他们走投无路下 却能找辩护律师的 师傅出山 他号称是印度第一壮尸 阵长也觉得 事情发酵的 越来越不受控制 甚至认为 拉贾一家人 毁了镇子的声誉 想要将拉贾的妻子 撵出小尘 妻子很害怕 打电话给钱德鲁求救 正说着 一旁的女儿 被警察抱上了车 说完女儿的事 妻子刚往警局 警察恳救眼前的女人 撤销案子 他们愿意支付一大笔钱 见女人不做回应 老黑冲过去 一个大耳光 简直是不知好歹 钱德鲁这边 立刻给警监打去电话 告知着此事 善有一份公正之心的警监 立刻面临属下放人 不用击补车 送他们回家 其次不肯坐他们的车 他们去开车 唯唯诺诺的跟在身后 不久之后 再次开庭了 师傅走进法庭后 所有的律师 都要向他敬礼 就连上面的法官 都有礼让三分 可唯独钱德鲁不惯着 这次对方 找到了新证人 是拉贾表哥工作的 迷场老板 迷场老板十分的肯定 那天表哥打过电话 告诉他 他们成功的逃出城了 希望老板 能通知他们家里一声 师傅询问他 为什么这么肯定 是表哥 老板称 表哥为他工作了十多年 怎么可能识变不出来 他的声音呢 师傅得意的笑了 讽刺钱德鲁 对这个案子比有用心 乌斗拉贾的妻子 以便向政府索取赔偿 钱德鲁询问老板 为什么之前不告诉警方 老板回答 他们昨天才问 钱德鲁又问 你至少应该 告诉他们的家人 可老板表示 他早就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他们 休停后 钱德鲁大发雷霆 质问拉贾的妻子 为什么不对他说实话 女老师解释 当时没有律师 愿意接入这个案子 他们也没办法 才故意隐瞒的 钱德鲁很生气 让他们去找别人吧 女老师却追着说 他认为表哥 不可能打那个电话 因为他们三个人的 文化程度都很低 连数字都认不全 根本无法拨通那个电话 这让钱德鲁 看到了希望 他调出迷厂老板的 通话记录 一个个的打过去 确定陌生电话 最后筛展出了一个 可疑的外地电话亭 钱德鲁不辞辛苦 寻找到了电话摊主 他也成为了 对抗师傅的关键证人 在法庭上 电话摊主表示 曾有三个警察 占用了他的电话亭许久 而那三名警察 正坐在法庭上 老K他们的谎言 也不攻自破 老K也承认了 是他让手下 冒充表兄 给迷厂老板打的电话 由于警察们的恐言 逐个被拆穿 他们失去了公信力 于是钱德鲁 要去重新调查此案 还请求法官 让警监来跟踪调查 法官答应了 结果警监 有正义感和良知 钱德鲁 曾接触过一次 相信自己的判断 钱德鲁把警监 带到一众地中心面前 听着他们的悲惨遭遇 一位老太太说 他的父亲 丈夫 儿子 都被警察拉去顶过罪 一个男人说 这个男人太可怜了 他指着双手核实 可请他打个招滚 结果就被抓去 判了盗窃罪 关了三年 另一个男人说 他看到警察后 远远地躲开 警察却认为他心虚 指控他偷摩托车 蹲了两年 可他连自行车都不会骑 一个中年妇人说 他们对我做了可怕的事 丈夫迫不得已 选择了认罪 一个男孩说 警方找不到他的父亲 就把他抓去打了一顿 从这以后 学校丢了一块橡皮 第一个翻的 就是他的包 第一种性 今天身份低剑道 这人宰割的地步 警察再也坐不住了 他决定将拉甲的案子 亲历轻卫再次审理 两个观念相悲的人 因为正义聚在了一起 作为控方的师傅 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 是不是要和钱德鲁 刺客到底 警察和钱德鲁 当务之急 便要找到拉甲 警察现在到了当地的警局 询问了每一个警察 可不得刚休假回来 就在那天上白班 或者在巡逻 忙活的一天 什么也没问出来 也许拉甲逃跑后 又被其他的监狱逮捕了呢 他们又开始 去每个警局翻找卷宗 寻找无人认领的死者 然而 他们已经查到了 最后一个边境小镇 却仍旧毫无线索 钱德鲁方干 最后一个警局的档案 尽管这里的档案 管理非常的混乱 有的甚至连照片都没有 但细心的钱德鲁 还能找到了破绽 他发现一个 不久之前 一名男子车过身亡的档案 由于尸体 横跨两个地区 两边的警察都不想担责 于是案件 并以照着逃逸 草草的结案了 钱德鲁找找的法医 雕出当时 收获死者的照片 果然 和他猜想的并无差异 可价人失联的拉甲 早已惨死 死因 是肋骨刺入了心脏 拉甲的妻子 得知消息后 痛不欲生 老黑这边 得知钱德鲁他们 找到了拉甲的尸体后 立刻找到师父 坦白的一切 上级毙他破案 压力太大 在言行逼供下 拉甲被活活的打死 老黑知道后 为了给同事脱罪 他们把拉甲的尸体 放上车 又连夜将表弟表哥 转到监狱 接着他们 各自分工布局 并找到三个人 牵过他们 按照他们的说辞作证 然后老黑亲自开车 将拉甲的尸体 丢在偏远的小镇路边 围造汽车肇事逃逸 师父听到后 有了妙计 再下次开庭 师父直接 用拉甲死于车祸 另外两人已经逃走 来结束这个案件 可钱德鲁又有了新的发现 他询问 案发值班时的警察 报告上写着 拉甲三人 在晚上9点50分逃跑的 值班警察 在10点10分 通知着老黑 警察说是的 接着钱德鲁 拿出事发当天的通话记录 质问他 为什么9点10分的时候 会给老黑打电话 然后直到天亮 再也没有给老黑 打电话的记录 师父感到不妙 私家找到钱德鲁谈条件 只要和解 会不让给拉甲妻子 一大笔钱 可钱德鲁却不为所动 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关注这个案件 民主已开始 自发的嫌弃反警浪潮 传单都摆在了 司法部长的桌子上 但凡能再找到一出铁证 胜利将极大可能 向正义靠路 突然钱德鲁 发现了一出破绽 之前老黑说 他迫于压力 冒充表哥 给密场老板打去了电话 可密场老板和表哥 共处十度年 声音应该是不会听错的 钱德鲁断定 老黑他们 在给密场老板打电话时 表哥应该就在旁边 于是钱德鲁顺头摸瓜 在老黑家乡的监狱里 解救出了 备受折磨的表哥表弟 表弟在法庭上 向法官坦言 那天晚上 老黑又来逼供 先着鞭打 又着脚踹 哪怕拉甲被打得眼影一息 也依旧不成人犯了罪 老黑一怒之下 一脚踹到他的胸口上 然后拉甲就昏死了过去 表弟见到拉甲 一直没动静 就呼叫着值班的警察 警察感到不妙 直接把表弟表哥 关进另一个房间 所以表弟表哥也不知道 当时的拉甲 到底死没死 而在验尸报告里 拉甲的死亡原因 是一个肋骨 刺入心脏致死 老师抓入机会 说拉甲当时在装死 当起他惊慌失措时 逃跑了 最后死于一场车祸 法医也无法断定 到底是被车撞 还是被殴打 但证实了 拉甲眼中 确实还有辣椒粉 接着尝诺无法忍受的 刚不会跑出那么远 眼里还有辣椒粉 由此可以推断出 拉甲在这之前 就已经死亡了 这时警戒上的正人席 他查出了 真正盗窃珠宝的凶手 这让家的柜子上 有两组指纹 还有一个烟头 其中一组指纹 是拉甲 而另一组指纹的人 才是真正的小偷 而老黑在暗地里 早就查到了真正的小偷 小偷为了免受牢狱之灾 把卖珠宝的钱 都贿赂给了老黑 于是老黑 便行行张拉甲 做了剃碎羊 借着他们 惯用着剂量 在铁证如山面前 师父就在拿 种性制度 开始施压 钱德鲁 看了他一眼 给出了最后一击 他们在抛尸点 发现一辆货车的轮胎印 和两个人的血印 轮胎印与警局的货车 一模一样 血印和老黑 和另一名警察的血印一致 这次真相终于大败 老黑赛人 以谋杀罪 锒铛入狱 最后赔偿给表弟表哥 隔20万卢比 赔偿给拉甲妻子 30万卢比和一块地 拉甲的妻女 也终于住进了 梦寐以求的专房之中 白影片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钱德鲁律师 一生致力于 为底层百姓发声 接着他处理的 9万6千个案例中的 一个代表 从接手到复案 用了十年之久 这期间 钱德鲁勇于和强权抗争 也只是为了正义而战 正如他所言 法律从来都是 对抗邪恶的武器 而不是多邪的筹码